快要过年了 家家户户都不免被点腊肉腊肠 增添年节气氛 嘉义水上香 有一间超过一甲子的腊味店 老板继承湖南老爸的手艺 坚持温体株 用稻谷来烟熏 再借助阳光日晒 让腊肉慢慢熟成 如今第三代准备接班 又增添了科学管理精神 也让味道更加标准化 在冬日暖阳的照服下 嘉义水上香礼家愿落 摆出一整片肉鳞阵仗 如此壮观的热辣场景 一年到头 也只有逢年过节才看得到 我们这行是完全靠天时代 觉得太阳在我们长时间稳重 而且像硬化这之后 我们要赛场场非常小心 跟棚的婴儿一样 你稍微颠一下 跟着李嘉玲来到后院 有两口大型熏炉 三个大男人搬开一床床棉被 就像照顾孩子一样 一层一层小心呵护 看似毫不起眼 却是老一辈留下的秘宝 原来被子下方悬挂一整排腊肉 靠着低温炭火不断熏炉 出炉后油光闪闪色泽诱人 在生活条件匮乏的年代 这是年节限定的滋味 但从湖南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做法上却有很大的改变 所谓的骨壳就是粗糠和碎米厚厚一层挡作基底 比木材相对温和 埋入烧红的炭火 熏出来的肉又多了一份舒爽 走进李家的腊肉工厂 又令人跌破眼镜 厂房虽大却不见大型机器运作 新鲜温体株从沙到串 几乎全靠人工体力肉薄 且轻一色都是女力 像这样子切 切到这皮的时候要一刀下去 不然的话它那个皮晒干的像锯子一样 那个真空袋都会破壊 也很丑 像这样子就不会像锯子一样 白发老婆刀工神准 她是李嘉玲的太太 也是做腊肉最得力的助手 磨刀三十年 现在一刀下去 就能精准掌握每块肉条大小宽度 要是带起来的话 她就用绳子穿 以前像我们家老一辈的 她们都是找很细很细的铁丝穿 可是她穿完每次 那手都手都破破烂烂的 所以我们找找找 找到这种绵绳 替身肉穿针引线 看似简单却深藏功夫 原来许多细工得靠女人的信心 才能完成 她早期跟着波波做 现在新媳妇也来分工 带眼镜把马尾朝气十足的年轻女孩 熟练拿着杀猪刀 其实这油腻腻的日子 她过去想都没想过 因为我念到硕士 然后我是在念工程相关 所以多数我的同学 她们都是进台积电 或者是一些业界的顾问公司 对啊 那时候就也想说 之后毕业应该也是会 跟她们一样去顾问公司 或是去台积电 当科技人 不过结婚后 心态上有了不同的转变 帮忙附加生意 她卷起袖子 当起传产小妹 脑袋可没闲着 将老祖宗的智慧 导入科学数据管理 把产品定量化 以前的老一辈 他们就会试味道 他们就 这个今天咸一点 我就再多加一点糖 再尝一下 今天好像甜一点 再多加一点盐巴 可是我们接手 我们就已经是多少肉 多少肉就要配多少盐 多少糖 全部都是比例都是称好的 感觉是很模糊的 你如果要就是量产 尽量还是把它定量下来 你每一批的品质才会稳定 成品辣味不需要多于调味 在厨房简单加点蒜苗 就能成为一道美味佳肴 而肥美油润的五花肉 皮Q带劲 也能与青菜做搭配 拌炒在一块 鲜香下饭 这里有大红炒饭 这是辣肉炒蒜苗 这一桌既是午餐 也是员工餐 李家老老少少围在一起 舌尖上的美味 是整个家族的共同记忆 他们联手扛起了湖南腊肉 一甲子的老招牌 接下来招游三代掌舵 迎向更璀璨的未来